相信许多生活在城市的小伙伴都为空气环境污染等问题操碎了心吧 然而如果有一个搬进村里去住的机会,你会去吗? 相信有的小伙伴肯定会因为村里生活的种种不方便而选择拒绝 毕竟城市污染就算再严重 生活在城市里面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就业等方面都要比村里方便许多 然而在外国却是恰恰相反的 因为那里的人们更注重生活的健康质量 在阿姆斯特丹附近有这样一个被称为世界首个高科技生态村的村庄,名为Roger 为了护理绿色出行,在这个村子里你不会看到一辆私家车 人们日常的出行都是相当于散步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可以乘坐村里的公交车,十分方便 除了交通方面,人们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日常生活 也是在极大程度上恢复到了比较淳朴的风貌 他们除了需要种菜养鸡,自给自足外 甚至连雨水和能源也需要亲自收集食用 村里有自己的污水处理系统,可以将污水进行处理净化 为作物提供灌溉用水 而处理废物垃圾的系统,也可以将这些东西加工为饲料肥料 用于喂养家禽,给作物施肥 而人们的家庭生活垃圾,则会由市政回收系统进行处理 可以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想住在这个村子里却并不容易 一方面要克服自己的城市病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个村子的房价太高 小小一间平房,售价就高达20万欧元 对此有网友表示 中国富人生活在城里,外国富人都生活在村里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